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泉好舒服啊 要洗干净才行 不能再做什么 小点声 不顾 两个龌龊的家伙 这就是 居然不叫我 都叫你小点声了 没声音嘞 看缘分嘛 我们这样不对 得想个办法 就让我来走看一片星天地吧 师兄 我希望你能清楚 我担心于轩在澡堂有危险而已 我只想默默地保护她 师弟 你不懂 师父不能不女 我们美月终于来了个美女啊 糟糕 师兄 你不要乱说 这是 师兄 不男不女 还真是对不起你啊 我错了 于轩早回去了 没事好好收拾你们 那天晚上 被冤仙击一阵腥风血雨 泡澡好舒服啊 不知道鹦鹉他们喜好没有 师兄 你撑住啊 我们正在救你下来 坚持住坚持住 于轩 起床没 来了 等一下 干嘛来这么早 小小饿呢 在照顾师兄呢 可能没办法跟我们一起了 照顾师兄 师兄几天都起不来了 我们今天做默默兽去了 默默兽 那是什么 这个就是默默兽了 我们的三头都在这里了 呃 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哈哈哈哈 好雅啊 他好像喜欢我 好 就选这头了 好猛哦 默默兽的毛发可以保护我们不掉下去 嗯 像我们这样的速度 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还有两个时辰 什么 要那么久 本来做师兄的云来石一会儿就能到了 可惜师兄重伤 也不算慢 我们绕过两座山头就到了 所以 昨晚师兄怎么了 而且为什么北院这么大 北院跟其他比起来算小的了 武门与其他门派比起来 也只能算旗鼓相当 弟子最多的是盘天门 不过因为各国之间的约束力 和门派之间也不怎么打起来 外界的人 应该很关注武门大小事务吧 也许吧 南朝王神殿他们 大概会引起战火 怎么了小五 没什么 我们到了 就是这里 可想象的有点出入 虽然小五说对方是个普通人 但师兄却说是杀人犯 还是要小心 陆风 怎么了 你以后要大喊的时候先提醒我 好嘞 不在啊 算了进去看一下 等等 怎么了 这该不会 我就知道没好事 雨萱不要怕 怎么会有这么多野兽啊 数量还这么多 有东西从底下钻出来了 快要掉下去了 有我 怎么办啊 下不去了 别怕 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 真的 才怪吧 小五 你没事吧 他居然嫌弃我难吃 为什么陆风住的地方 这么多野兽啊 因为这些都是他养的 这里除了陆风以外没人来 他们以为我们是来抢地盘的吧 陆风 陆风我们来找你了 这个人 就是师兄说的那个杀人犯吗 这手和皮肤的颜色 还有那模样 还有那模样 根本就不是人类吧 都掉头走了 跟你走吗 嗯 嗯 英武 我们还要爬多久啊 还有几十天 终于爬完了 是到最顶层了吗 啊 这里的景色 好漂亮啊 嗯 英武 很漂亮对吧 嗯 英武 你怎么了 只是想起以前 在我老家有个小悬崖 小时候经常跑去那里 那里的景色比这里还要好看 特别是秋天的时候 真的很漂亮 英武的老家 原来他不是不玩 对了 下次也带你去吧 等到秋天的时候再回去 嗯 很期待 吓我一跳 差点我就拔刀了 别突然站在人家身后啊 爆炸头 要我们带上这个跟你走吗 叫人上来又下去 你有毛病啊 小五 陆锋 陆锋现在带我们去哪里啊 要去山里为其他诊寿 师父时不时会从外面捡一些动物回来 每次都是陆锋照顾 诶 刚才那些也是 对 无论多难养的动物 陆锋总能照顾好 就算濒临死亡也能救回来 原先师父也打算收他做弟子 不过被他拒绝了 拒绝了 为什么 他自己说 如果成为弟子 总有一天会被派上战场吧 那时候 双手又会沾上血 以及夺走生命 宁愿赋予生命 之后师父就安排他来这里 他会说话 当然会啊 虽然亚帽奇特 但他确实是一个人类 和我们一样 我 到了 我 就不愿意 你 咱们 诶 我 你 不愿意 我 我